3月6日晚间电影《你好》里 欢迎累计票房50.36亿 赶超了《哪吒之魔童将士》 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的亚军 而最先领跑今年春节党的唐人街探案3 则以44.02亿的成绩位居中国影史的第5名 目前在中国电影票房总榜上 排名第一的影片是《战狼2》 56.94亿元 排名第三的是《哪吒之魔童将士》 50.36亿元 排名第四的是《流浪地球》的46.88亿 公开的数据显示 从2月15号开始 《你好》里欢迎以5.3亿票房成为当日的票房冠军 16日排片则超过唐人街探案3 上座率超过50% 17号《你好》里欢迎的单日票房 已经是唐坦3的两倍还要多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预测 《你好》里欢迎最终票房获突破52亿元 而李欢迎呢最近口碑却有点下滑 豆瓣评分停止在了8.1分 口碑呢遭遇了两极分化 说好的真好 说不好的是真不手软啊 各位您对李欢迎这个电影怎么看呢 欢迎说出你的想法